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死而复活那是什么安心 你们这样问东问西的到底什么安心啊 大哥 你怎么又要不讲理了你 到底是谁不讲理啊 什么死过去活过来有的没有的 你本来就是 你本来就是 我别生气 慢慢说 你叫什么 这位先生 我是你爸 要我假冒 科浩婷还活着是一回事 但是你现在是要我结婚的 我已经有一个练机婚嫁的女友了 我也答应她的 事情办成之后我就回去娶她的 你现在要我娶白若琴 我办不到 你好 我是音音 新来的看法 你也合 什么 你怎么会在这儿 小姐 你认错了 怎么搞的 最近常常有人叫做 我叫科浩天 我不是你刚刚说的那什么 合的 若琴 白副总 我是想说 月亮湾酒店自从开幕以来 一直风波不断 外边的留言也很多 这样对酒店的营运很是不利 我想 是不是以我在月亮湾酒店 常务董事的名义 站带董事长 至于常务董事的职位 就有浩天站带 这样就可以消除外边的杂役 王董事长 月亮湾的运营 几乎都是白家在场的 你这么着急入主 恐怕外界会有不好的联想 不不不 您误会了 我已经说过了 我是站带 度过这个不平稳的时期 白副总 不太多虑咯 多虑 总经理 身为月亮湾最大的股东 你能够接受王董事长的提议吗 我没有意见 我怎么可以没有意见 若琴 这样一来整个应用方向 都被客家牵着走了 你难道就无所谓吗 白副总 为了大局我母亲也是一番好意 你一定是误会的 误会 这件事说出去 让大家平平理 看看人家怎么讲 专员别激动 小声点啊 若琴都不说话 我再不说话 心全被人骑到头上去了 白副总 没有人要骑到别人头上去 我所以这么提议 也是为了酒店好 再说 董事长过世了 常务董事接任 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你欺负我股份比你少是不是 若琴 你说两句话 别在门目坑上了行不行 欺人太甚 这简直是趁人之危嘛 爸 我看您就别气了 我怎么能不气啊 那个王盈利 根本就不把我们看在眼里 要不是若琴一点主见都没有 那个老太婆敢这么嚣张吗 你看若琴那个样子 就跟行尸走肉一样 现在是王盈利牵着柯浩天的鼻子走 若琴呢 肯定被柯浩天牵着鼻子走啊 我看用不了多久 若琴就会乖乖的 五体投地的 让那个老太婆做她的大老板 只要有我在 绝不会让客家称心如意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听说若琴心情不好 要我过来去安慰她 没想到她去开会了 说三十分钟后才会回来 我都没想到 在这个地方还能见到你 盈盈 这些日子真的委屈你了 只要你自己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就可以了 我清楚啊 我当然很清楚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担心我继续留在柯家 会因为若琴 影响到你跟我之间的感情 怎么会呢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 你们都在啊 他们说你去开会了 不好意思 让你们等了那么久啊 不会 看你们两个这么有默契的反应 应该已经背着我发展了一阵子了吧 太好了 连我最信任的两个人都背叛了我 我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 恭喜你啊 要结婚了 少来了 你明知道没什么好恭喜 既然这样 为什么要答应呢 我看你小子 是被我们若琴洗了脑 打算跟他联合起来扩大声势 还是想对付什么人呢 白副总 你太多疑了 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让王盈利 他能够放手的把全胜的实权交给我 你不是要我报复吗 拿到柯家所有的产业 是我报复的第一步 哦 是这样的吗 没错啊 那个老太婆疑心病那么重 我不这么做的话怎么取信于他呢 你放心 我要对付的是柯家的人 我不会对付其他人的 小子 你以为这番话活得了我吗 哼 我就看你还想耍什么花招 哼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搞什么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在本人发生意外的这段期间 对本公司的支持 恭喜柯总裁 要特喜柯总裁 简世信 你来干什么 各位各位 本人来此 是要向重新上任的柯总裁 提出召开临时董事会的要求 同时还要改选董监事 而且月亮湾酒店的白副总 已经表态要支持本人 担任月亮湾酒店的董事长 由简先生来当本店的董事长 是月亮湾的福分呢 好 不敢当 不敢当 哈哈 好